大家有话要吐槽说 它家里养的这个吊蓝 为什么没有生长的迹象 栽种下基金有一段时间来 它是这样说的 它就用了一些河沙 还有一些纯网泥土栽种的 然后放了少量的农家肥浸气的 土壤用的不对的话 你想要栽种它成活的话 是有那么一点点难的 像这种这么好养的植物 为什么你不能够把它养成活呢 刚才说了跟这个配毒 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今天就分享我的配毒方法 给大家 大家能够学上这一招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它养得很好了 大家看一下我桌面上这个盘 生长得比较的茂盛了 来着是用一个大花盘种的 我这一盘我就是使用了这种纯羊粪 这种纯羊粪这个花盘 我放了大概半包下去的 然后又放了部分的这些花生壳 花生壳就是经过腐熟发酵好的 然后捏碎 然后家里有的鸡蛋壳 我保留了很多出来 然后就是用破壁机给它粉碎 粉碎酱也是一起混到这个羊粪里面的 然后咱们可以用一些粗核砂配比 粗核砂可以做到一个输松度的 然后给它混泡均匀了 咱们可以在里面添加这种 AM盐露 一起混泡发酵是比较好的 大概发酵一个时间再给它栽种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种AM盐露里面所含的 柳益菌、乳酸菌、酵母菌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咱们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对水 然后就是混泡到刚才我所说的那几种植料里面 一起混泡 做到一个吸润的状态 然后用一个黑色的薄膜袋 就是密封袋给它放进去 然后密封起来 大概发酵一个星期之后 如果是在肝状态去养护的话 它是很难生长很难浮盘的话 这样你想要养粗益盘 比较茂盛的吊栏的话是比较的难的 只要记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配毒方法 去给它栽种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养爆盘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下期再见